2018赛季对于广州恒大来说无疑是相当失忆的,不仅在足阶杯和亚冠早早出局,更是在中超冠军争夺中首次输给了上岗, 而小赛季恒大要享受复合衫,除了对本土球员进行换血之外,升级外援配置,无疑也是必须要完成的任务。 来自巴西媒体的最新消息,恒大已经把演员补强目光,发到了巴掌豪门克鲁塞罗镇中的乌拉圭中场的阿拉斯卡安塔身上, 为了能牵下这位乌拉圭当红果角,恒大甚至愿意把队内的王牌外援高拉特加上不放现金进行交换。 巴美透露,作为高拉特的老东家,克鲁塞罗一直都渴望重新牵回这位曾帮助球队两次拿到八甲冠军的核心, 而如今看到高拉特在恒大地位下滑之后,克鲁塞罗副主席马查多更是公开表达了自己一年365天时间都想引进高拉特的愿望。 然而众所周知,恒大给高拉特标出了4000万欧元为月金的钱价,而这对于脑中羞涩的克鲁塞罗对来说,几乎是不可能掏出的一笔钱。 不过就在这时,这笔开四摇折的转回却出现了转机,因为恒大看上了克鲁塞罗对内的乌拉圭国家阿拉斯卡埃塔,打算引进这位超新星补强球队中场。 而克鲁塞罗副主席马查多也证实了这样的传闻,是的,恒大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建议,他们希望用高拉特交换阿拉斯卡埃塔。 我回答说,完成交易有点困难,我们想要高拉特,但是又不想失去阿拉斯卡埃塔。 作为乌拉圭当红国角,年仅24岁的阿拉斯卡埃塔,堪称是南美足坛,今年来最红的中场新星之一,他也是乌拉圭国家队的一员。 本赛季他在克鲁塞罗46场贡献了15球9注的数据,这对于一位中场来说堪称是敬艳的。 网维分析,考虑打拉斯卡埃塔和高拉特在年龄上的差距,相信不差钱的恒大只要给克鲁塞罗一定数量的险进补偿,相信这笔交易将不难实现。 而天下前途无量的阿拉斯卡埃塔的恒大,下赛季中前场配置无疑将会重新成为亚洲顶席,重夺江山希望也比较大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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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